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来证明 性联遗传是指与性别决定金连锁 并不是与性别相关联 所以性联遗传不是sex related 它不是相关的 它是linked连在一起的意思 好我举个特例 有些基因明明位于体染设体上 但它却受到性别的影响 像这个就非性联遗传 它就不是性联遗传的例子 它非性联 这个例子是谁呢 一般叫它早年突或叫雄性突 好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的基因型是大B大B正常哦 那男女都正常 如果你是大Bprong大Bprong 你两个基因都异常 那男女都早年突都突了 但如果今天你的基因型是一个好一个坏 一个大B一个大Bprong 结果这个大Bprong异常 对男女就出现差异了 你看到没有 对女生来讲我还是正常啊 对男生来讲却突头了 所以这个大Bprong很特别 大Bprong对于男生来讲是显性基因 显性的等位精 对女生呢 却是隐性的等位精 我发现蛮有趣 大Bprong对男生是显性 我有大Bprong我就突头了 但对女生来讲 我才一个大Bprong没事 大B是显性 所以它是显性还是隐性 跟性别有关 所以就可以知道 男生比较容易找年突 那理由我们原因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这个精就算表现 它必须要透过精英表现 让你身上的睾固酮 转变成这个物质 这个物质会累积在毛囊细胞当中 使得脑毛细胞死掉 所以男生因为睾固酮 这个雄鹰激素浓度高 你只要一个Bprong表现 你就会造成毛囊细胞死亡 就突头 而女生的睾固酮很少 必须要两个精都Bprong 你才能让毛囊死掉 所以这个基因的表现 受睾固酮浓度的影响 而睾固酮浓度 不就跟性别有关吗 所以这个遗传是 与性别有关联的 related的 但却不是性别遗传 它并不是跟性别 性别决定基因连锁 所以这叫有关联 却不是与性别连锁 所以这个例子 不是性别遗传 好既然讲到性别遗传 我们来做一下离奇 我们讲的性别遗传的是这个字 sex linkit linkit其实就是连锁 linkit只是名词 然后这是形容词 所以事实上性别遗传的重点 它就是连锁的一种 但是很奇怪 我们的性别遗传 却翻译成联合国的连 而我们的连锁 却翻译成连连看的连 这很有趣 其实我觉得性别遗传的连 最好是用连连看的连 来代表你也是一种连锁 可是我们教育部 在翻译的时候 就把它翻译成性别遗传 所以这个连不对 所以你在手写题 如果你写性别遗传 你写的是连连看的连 算错字扣一分 你必须写成联合国的连 所以性别遗传 请用联合国的连 虽然英文是linkit 跟连锁linkit一样 但是我们的翻译就是不同 很怪 那另外一个连会用 刚好叫联会 snesix 就是第一次解读分裂前期 各种蓝色体在联合约会 所以它是什么 用联合国的连呢 因为联合约会 第一队蓝色体约会 第二队连会 第三队约会 大家联合约会 它是联合国的连 好所以这三个名词 请各位不要乱用 连锁的连 用连连看的连 性连遗传 用联合国的连 连会用联合国的连 但这边出现个怪事 其实性连遗传 就是连锁的一种 但是我们名词上翻译 却用联合国的连 没办法 因为教育部是这样翻译的 我们就跟着教育部的翻译 所以如果你写连连看的连 不好意思没有理由 就算错字了 好那我们就把名词也理性到这儿 我们十一之一 讲完了